凤凰卫视的设置组跟随到访俄罗斯的中国红色后代团队 来到莫斯科拍摄历史专题片 他们追随着老一辈留苏青年的足迹 回望中俄历史的变迁 试图发掘那些被遗忘的故事 揭秘鲜为人知的事实 希望跟随他们吧 重访这个故地 然后通过他们的视角 也是说去看看他们在俄罗斯这边的 回忆他们当时三十年代的生活 俄罗斯之声也加入到了其中 并记录下了此次凤凰卫视设置组的拍摄经历 跟随他们一起重访历史 回首往事 八十年前生活在工业城市Evanova的居民们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治愈者 因为这里建议了各国共产党员的孩子们 学习的国际儿童院 其中一些孩子的长相不同于其他的孩子 在这里也包括我们的中国的孩子 斯塔索瓦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是苏联政府为了给当时世界各地的革命者 免除后顾之忧建成的一所特殊学校 它位于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市 儿童院与那是相比改变很大吗 现在这里的建筑都是新建的 我们当时学习的老楼已经不在了 那些老建筑的原址还在吗 他们还在这里 只是经过了翻修 我们小班的学生当时是在学前班楼内 大半的学生在另一座楼 现在的教学楼都是新的 当时还没有建起来 我们当时一个宿舍内睡17个人 甚至20个人 如今每个宿舍只住两个人 我们睡觉前会一起聊天 住在一起很热闹 那是一份特殊的友谊 这种友谊将持续到永远 那时一切才刚刚开始 而如今伊万诺洛儿童院 已经迎来了自己80周年的生日 各国的校友再次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母校和儿时的故乡 儿童院也为老校友准备了丰富的庆祝活动 为了纪念伊万诺洛国籍儿童院建立80周年 来自各国的校友共同种下了永远之树 80年对于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瞬间 但却是几代人的生活经历 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设置组 来到了俄罗斯的伊万诺洛室 他们踏着历史的足迹来寻找 曾经被命运带到这里的中国孩子们的故事 你好 我叫Alan 我44岁 我是这个团队的导演 我从香港过来 你好 我是阿明 我是50岁 是摄影师 从香港来的 我叫Johnny 46岁 是灯光师 我是凤凰卫视的专题主编王真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团队主要是过来拍摄有关 伊万诺洛国籍儿童院的 中国小孩的一些故事 因为大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呢 因为国内局势不稳定 所以中共早期的一些领导人的子女 都被送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接受的是非常苏联式的一些教育 然后呢也是在他们身上 我们说留下了非常深的一种苏联印记 因为这一批老人 然后回到大概50年代中国建国之后 回到中国去之后呢 就也投入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一些建设工作 那我们一方面是希望 这是有一种传统的友谊啊 就是说中国跟苏联之间 因为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也是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 包括抗战也好 包括后期建设也好的一些帮助 在这些老人身上也能体现出来 那另一方面呢 这些老人个人的故事 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 因为他们 他们的背景 因为他们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 我们说是 是比较有背景 或者说是有权位的一些官员的子女 那他们在这里的生活 以及他们回到中国之后的一些生活 是我们中国观众非常想了解的 对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来拍摄的主要目的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到此次的拍摄中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有着很长一段共同的历史 其中一些历史片段并没有被记录到调裁中 甚至被人人遗忘 但这些事件仍然是历史中的章节 所以在这期节目 我们江苏黄黄卫视的设置团队 跟同问您讲述 我们那些被人抱的故事 他父亲原来是那个测科的 测科那个当时测科呀 底下分三个科 底下分三个科 是那个程庚部一个科长的 他父亲也是一个科长的 是二科还一科 我记不太清楚了 后来呢 他的父亲原来取的是 顾顺章的爱人的妹 他等于跟顾顺章是联系 你知道吧 后来顾顺章判断以后 顾顺章的这一家人 全都判断了 所以呢 他就你看大一灭亲 就同意 就把他的爱人也给那个除掉了 然后呢 他就跟周会年 周来的周 恩惠的惠 年是那个过年的年 就跟周会年结婚了 结婚 然后就生了他 所以他的名字叫小鱼 因为他爸爸不是叫丹中鱼吗 周小鱼 周小鱼 我母亲是很有名的革命家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丹中鱼就到了苏联 到了苏联以后呢 周会年啊 就跟那个就是上海局 就是中央不是搬走了吗 有一个上海局 军委书记 就正好咱们要攻打那个县城 就让他喊话 就说不让红军攻打 结果他爸爸就 丹中鱼就喊 说这个城里头没有多少部队 你们赶快打 那你想 敌人马上就把他给杀了 马上就把他给杀了 马上就把他给杀了 实际上他挺英勇 到了延安以后呢 然后那个就这个周会年就跟施哲结婚了 明白 你听懂了吧 这个关系 就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呢 中央就把他给送的苏联来了 你想他爸爸死得那么英勇 而且为革命做出那么多的贡献 是不是 所以就把他送的苏联来了 他后来呢 就李昭当了这个民航组局的这个负责人以后吧 这不是他有条件了吗 而且他妈妈也老了 你想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小鱼 所以那个李昭特别孝顺 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 已经很老了 81岁 儿童院的简介这样写道 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瓦的协助下 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 创建了国际儿童院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 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二战时期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先后接收过2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烈士的后代 其中来自中国的孩子最多 前后达100多人 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 毛岸青和李敏 朱德的女儿朱敏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 萧三的两个儿子萧丽阳和萧维嘉等中国领导人的孩子都在这里生活学习过 我父亲是萧三 母亲是德国人叶华 后来就50年以后是新华社记者 一直到死 这就四八年我妈拍的 这是伯伯的女儿 亲戚妈 这个是希腊中书记的儿子 Kotik 这是我 这四八年 这也是我妈拍的照片 那个也是我妈拍的 就她来看望我可以拍的照片 后来四九年 父亲跟代表团来的时候 就把我们带走了 带回去了 我们到这五年一趟 九八年 零三年 零八年 零八年我没来 没事 九八年零三年来过 就是六十五周年 七十周年 八十周年 现在就来 我们岁数最大的来的是刘少奇的 刘爱卿的八十六了 她是共同三 还有吴少云 就是吴少祖的姐姐 就是吴云福的女儿 她也来了 是岁数比较大的 他们大班的 就那么两个 其他都是小班的 现在最年轻的也都七十多了 我们这些同学在国内 每年定期的聚 这四几几个人 一年两三次 总是要聚在一起 反正大家 你一看的气氛 就跟往常不太一样 都很清晰 都是一种 马上就回往年那些事情 讲得很清晰 在中国社友团队中 最引人注目的应当是刘少奇的女儿刘爱卿老人 从抵达儿童院后 刘老就被众多媒体包围起来 但凤凰卫视的编导在试图采访的过程中 却遭到了回绝 采访中国代表团不能说不大顺利 是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就是一开始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台 因为它地处香港 它算是一个境外媒体 然后因为中国大陆这种媒体的机制 还是国有化 那就是所谓有一个官方的媒体 我们我不会说我们不是主流媒体 我们算是中文的一个主流媒体 但我们不是官方的媒体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境外媒体 可能在某些方面 确实在拍摄上会受到一些限制 尤其是这一些问题 一旦你回溯到80年之前 去讲一些历史问题的话 他们都会没那么容易清静 或者说比较容易排斥我们这些境外媒体 因为我们不大听话 我们不会说完全按照他们预设的一套话语去做 但我们的角度 更希望是切入这些个体 这些老人 我们把它 虽然他们确实是因为是革命后代 但是这些人本身的命运是我们更关注的 所以他们在夜晚诺沃的生活 我们其实更希望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 就是他们当时怎么跟俄罗斯人 跟德国人去打交道 他们怎么去学习 然后回到中国之后 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 这个是我们更关注的 切入儿童院这个主题 而不是儿童院本身 是遇到的困难 这个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就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会受待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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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是很悠 delivered 对 那么 我们都在海上 是 是 真的 对 对 我们都在海上 我们都在海上 对 在海上 每一个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学习和生活过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其实早在凤凰卫视之前就有许多有关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报道 1995年身为叶挺将军孙子的叶英导演拍摄了以伊万诺沃儿童院为背景的反法西斯战争影片《红横桃》 电影讲述了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曾就读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一群中国孩子的遭遇 片中的主人公楚楚和罗小曼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朱敏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一农之子罗西北为原型的 虽然电影在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运用了许多艺术加工 但著名的实际经历比起影片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在儿童院发生的故事中不仅有童年的天真光阴 乱世的动荡时局也有着青春的浪漫懵懂 在儿童院博物馆的校室展板上 我们发现了有关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这样一段话 在谢尔盖毛岸英的生命中曾有过一段难忘的恋情 他深深地爱上了儿童院的学生费尔南多·佩雷斯特斯 然而费尔南多却视他为兄长 所以当毛岸英向他表白时 费尔南多感到的只是委屈 他流着泪跑来找我 马卡洛夫回忆道 声音颤抖着眼睛已经哭肿了 我甚至有点被吓到 便开始询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对我说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他却跟我说爱情 难道现在是可以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在和平年代的伊万诺沃儿童院 正然行使着他最初的使命 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家 目前该校仍有11个年级的350多名学生 在此就读 学生主要来自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 我叫苏丹 我是儿童院的学生 我 我 15岁 我叫纳斯加 我上八年级 今年15岁 我从六年级开始在儿童院学习 我很喜欢儿童院的生活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学到很多 无论是在学识还是艺术上都有很大的收获 2012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中国重庆文理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重庆文理大学每年会为儿童院的学生提供两个交流名额 目前在两国的教育部门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三方面的合作 免费接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留学生 现在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学生 斯维塔已经在重庆文理学院留学一年 咱们的校长和各位学兄学姐已经去看望过他学学生活的环境 我是 我叫斯维塔 我在伊万诺沃学习11年 从小孩子的时候 我在这里去学习 因为我没有父母 所以这个学校给我家 家人 给我妹妹 姐姐 弟弟和哥哥 现在我在重庆文理学院学习汉语 因为我觉得汉语很有意思 可能然后我可以很快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要跟大师光工作 我的汉语名字是华木兰 是我自己找的 因为我喜欢木兰的故事 是这样 儿童院的学生们表示 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不仅是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场所 更是一个像篝火一样 给他们温暖和光亮的家 所以为了让回到母校的各国校友们 能重温家的温暖 儿童院的孩子精心排练了文艺表演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全部参与到了其中 三 二 三 四 三 五 三 五 三 三 五 三 三 五 三 五 三 五 三 我经常回想起在儿童院的生活 在我心里这里就如同我的故乡 苏联将我们如同青骨肉一般地接纳到这里 因为我们的父母当时在中国为国家的自由而奋斗 苏联人民像家人般地对待我们 所以至今在我心里俄罗斯人民就是我的亲人 今天我们的家园庆祝了他80周年的生日 尽管年岁已高 我还是非常高兴能回到这里送上我的祝愿 希望我们的儿童院能生命长青 继续接受我们的孩子 教育他们成为对人民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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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帮小孩会非常有礼貌 对人非常友善 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 对 让我觉得可能他们比普通小孩受到的要经历的更多 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东西也是 其实是我感受不到的 我只能是从一个旁观者 我很同情你 但我很同情 我很觉得这些小孩需要去关爱 但可能他们自己很快乐 或者说他有我看不到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创伤的地方 但最起码他们现在 我希望他们的创伤会越来越小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吧 最起码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些小孩会更多一份的关爱 或者说是一份理解 或者说一份宽容 在儿童院我们见到了很多小朋友 那找他们拍一些磨擬的片段 磨擬他们小时候那些老人家在晚 在那个儿童院在晚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开心的情况那样 那这个呢就比较特别 因为其实小朋友是很难拍的 那但是我发现那些小朋友也蛮聪明的 那基本上我不用叫他们也会自己去玩 这个是因为有时候如果小朋友累了 那你要拍他呢 其实是蛮艰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自我制作的时候 对拍小朋友呢有一定的恐惧 因为真的你要他们走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 其实是很难的 但这帮小朋友就蛮聪明 只要我其实我也不会讲俄语 那我只是做一些动作 他们就知道他要我们玩 那非常的令到整个过程很顺利了 今天因为诺诺国际儿童院的老校友们来到了红场 并为儿童院的创建者斯塔索瓦竞献了花圈 很难得 都已经 这年纪大得有八十多岁了 年轻的也得七十多岁 很难得 再来估计又得再过五年 红场是这次伊万罗沃国际儿童院 八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最后一站 但是凤凰卫视的拍摄团队并没有结束他们的工作 他们还会继续在莫斯科探访那些与着的律史相关的地方和人物 凤凰卫视成立于1996年 总部位于中国香港主要服务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欧美洲等地区观众 凤凰卫视是少数几个获得中国大陆部分地区落地权的非大陆媒体 更是首家海外电视台获准在中国合法广播的媒体 凤凰卫视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可见众多网民将凤凰卫视与中国国营媒体 中国中央电视台做比较 认为由于其总部在香港 所以比内地的新闻更加开放与客观 分配工作的话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各司气质的 就是本来一个团队的组成 我们也都是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部门 每个人就主要是做那方面的事情 那临时组合到一起作为一个团队的话 就基本上大家做什么分工是很明确的 对只是说这个主题呢可能我们就要再讨论一下 就是说到了那边我们哪该能拍到什么东西 然后大致的形成跟就是基本上是把主题这个思路捋一下吧 这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数 在中国内地凤凰卫视是很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媒体 此次拍摄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团队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 虽然是以整个特级或者是整个专辑 我们是以访问为主 那所以其实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们比较一直以来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 那个画面上面的构图漂不漂亮 因为如果你弄得不好观众其实看起来会很反感 或者是没有那个美感 那所以那个最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灯光 所以我们对这个无论是坐下来访问也好 在街上我们拍一些街道的镜头或者是其他人的镜头也好 那个光线或者是灯光光线的来源我们是比较注重的 那个我想应该是我们做电视比较特别的地方 另外好了那个至于摄影呢我们对那个构图那个表现也比较高 比如说除了我做我自相好像可能现在我在跟你做访问 到底你访问的对象身后有什么呢 它的旁边要不要把一次摆设令那个构图更加漂亮呢 那个我们会去量度一下令到出来的画面比较漂亮 那个是我们整个团队一直以来都会注重的 凤凰专题团队此次拍摄的专题片将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黄牌大放送栏目中播出 那么这些在荧幕后面为我们讲述故事的人自己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凤凰卫视工作栏目中就好 我到现在第五年 但是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一年 因为我是在香港后来又上了学然后毕业 毕业之后我就想留在香港 那做媒体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 因为它媒体毕竟受限制比较多一点 倒也不是说言论自由或者怎么样 而只是说做媒体的空间这个话语空间相对比较少 然后我又是在香港待了两年之后 我也比较习惯香港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它确实是在公共服务或者说在居住方面 对人的尊重方面它做得非常到位 那我就非常想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 那正好毕业之后找工作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就进了凤凰卫视 我没有其实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广播电视新闻 但是其实到了后期我就对新闻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对纪录片很感兴趣 我就对一些比较长历史阶段或者说是记录一些普通人的生活 就这个方面用一些用电视的语言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或者记录一些去解密或者说 总而言之我对这种短平快的新闻不是特别感冒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正好是从我们就开始有流行DV DV的话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DV去自己拍摄一些小短片 然后慢慢的就 然后我又不喜欢朝九晚五的那种非常规范规律的生活 然后正好这个机会到了这边是接手做一档这种走读类的节目 就是跟主持人去走访中国其他地方去拍摄一些题材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 然后我就一直做下来 其实我从一进行以来 我就知道我喜欢娱乐圈 娱乐圈 我可以这样说吧 娱乐圈 因为它可以带给我很多 比如说我可以看到最漂亮的东西 我可以跟最漂亮的人合作 我可以令他们更加漂亮 当然我也会见到一些最不漂亮的东西 但我可以把那些东西在观众前面 表现得最漂亮的 那个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这个所以我一直都在娱乐圈工作 其实我在目前来看我最喜欢的我应该是做导演 在目前 当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有 我可能突然间我有一天 灯 我就可能我应该去做生意可能180度的不同 但在目前来看我是比较喜欢做电视台的导演 做导演我觉得对在目前来说我是最最最起爱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有没有到有都是我创作出来的 我要观众看什么 我不给观众看什么都是我来决定的 比如说刚才一个访问 我要观众看到一个人后面很多椅子 在一个好像礼堂的一样 但有一些东西我不给观众看的 就是我们都坐到一旁 有些是玩手机 有些是睡觉 那些观众是看不到的 那样其实你那个成功感比较大 就是我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 那个那个征服感很大 那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当然其实我有愿望希望能做电影导演 但电影导演也那个控制人的那个范围更大 我要你这样做 我要你给观众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我要你讲这句说话 我要观众看到什么 我要他看到蹦撞车很壮观的一个场面 这个也是都电影导演控制的 但可能这个比较难 这个比较难 我要慢慢去尝试 但在目前来说 我是比较喜爱做现在的工作 啊 这报道知道知道 知道 这报道 就是Damancki 我们会希望梳理从十月革命以来 这个一百年当中 就是中国跟苏联之间的一种交往 那中国人在苏联 其实我们说留学 或者说在苏联的帮助下 中国学到了很多 有关建设也好 有关革命也好的一整套的体系 这在我们后期中苏之间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也体现出来 包括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苏联的印记啊 或者俄罗斯情节啊 都是非常熟悉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种表现吧 那我们希望探索的就是说 这种表现从而来 中国百年的近代史 与留学海外的有志青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四代海归 其中民国期间第二代海归中首次出现了留学苏联的学生 1925年秋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 尽管这所大学仅仅存在了五年 但他对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些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人在学成归国后 在国共两党内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这里学习过的著名早期国共领导人有瞿秋白向重发 他们在于国民党的斗争中牺牲 其他人则在建国后仍然活跃在政坛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邓小平 另外王明也曾救助于此 还有佛谷 他的真名是秦邦县 以及张门天 化名洛府 这些就是曾在这里学习过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除此之外 蒋经国 蒋介石之子 台湾总统 也曾在此就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叶剑英 元帅 也是该校毕业生 这些就是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 比较著名的中国领导人 中山大学的就职 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的教学楼 大部分楼体已经经过翻修和重建 几乎已经找不到几处原址了 中山大学对当时中苏两国的政治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也是中国托洛斯基运动的摇篮 第一批来的包括蒋经国 然后包括比较早一批的这些国民党 跟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 然后他们在这边学识的时候 是不是托洛斯基的言论会更吸引他们 对于青年人来说 因为他们没有给你 为什么在中山大学有很多托洛斯 因为是中国人也没有给你 他们看苏联 不管苏联情况 很不错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是一年人 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 国内迅速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借助苏联的力量培养我国的科学技术人才 这一批留苏的第三代海归中 出现了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 1953年 中国为了建立长春汽车厂 向当时的苏联四大林汽车厂 派出将近1000名学工进行培训 江泽民同志 也在当年众多来卧场学习的留学生队伍中 当时他还没有现在的知名度 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 但当年在这里接下了友谊 一直伴随着他 江泽民在两年的学习中 与他的导师吉利耶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并在回国建设长春汽车厂时 邀请他到国内培训工人 几乎是同一时期 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李鹏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利工程 总理回访母校时 陪同他的教授 带我们重走了当时的参观路线 尽管当年的水利发电模型已经不在了 李鹏还是坐到了书桌旁 当然教室里摆放的已经不是以前的桌椅了 我记得很清楚 虽然已经不是当年的书桌 他还是要求要在这里坐下 他说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儿 那时候他把夫人也叫过来一起坐下 并跟他讲 你看这就是我当年学习时坐过的位置 李鹏在动力学院学习期间 担任当时中国学生会会长 学院的教工还为我们展示了 他当年的成绩单 教工介绍说 李鹏总理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凤凤卫视拍摄团队中有一些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俄罗斯拍摄了 主编王真跟我说 上次来俄罗斯拍摄是凤凰卫视 与俄方合作穿越欧亚大陆的特别行动 所以几次的拍摄经历 也让他们对俄罗斯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最深刻的 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俄罗斯 那我这次是第三次 但我比较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在平常我们访问的那些俄罗斯人也好 在街上遇到俄罗斯人也好 他们都是 这次也有一些 他们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不太耐心 不太友善的 没有 脸上没有笑容的全都 但我进到了儿童院 他们每一个 尽管他不管我们是哪里的人 尽管他会不会中文也好 我们他也知道 我可能我们不会俄语也好 但他们也主动来打交呼 有些甚至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会主动来说你好 当然他只是可能只是懂得不多的中文 但他们也尽力地去跟我们打交呼 这个是我这几次来俄罗斯 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一件事情 这两次吧 上一次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然后这一次在莫斯科 也采访了一些俄罗斯上的专家 我说实话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的学术的 怎么讲 学术的水平呢 跟我想的有一点差距 我不会去质疑他的态度 他做学问的态度 但最起码跟我表达的那些观点 或者理论 这么说是跟 跟中国大陆某一个时期有点相像 就是这种话语体系吧 就是喜欢下结论 他不会从论据去坦述论点 而会先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具体说不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样 你要真的去问他的时候 你要追根问题问下去 你就感觉他说得很含糊了 或者说他会预期我懂 但我就说那我希望你跟我解释 他就解释不出来 他会喜欢下一些结论 然后呢 不成逻辑 我觉得俄罗斯人的逻辑推理的能力 好像有一点点 我至少跟中国专家有点比不一样 中国专家呢 你说论点 OK他们喜欢一二三四 最起码是清楚的 而且你要跟他捋一条线 他能跟你捋得清清楚楚 哪一年在干嘛干嘛干嘛 但俄罗斯人那种发散性思维 加上他们又没有逻辑性 然后又缺乏论据 就有的时候一个问题打起来 会觉得我不知道应该听哪一句话 还好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因为有一些 我基本上都是跟中文的专家 都是用中文聊天 都是用中文采访 我之前可能我会觉得是因为翻译 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那毕竟听过一道翻译 那可能他没明白我要问的东西 那我经过翻译 那我可能最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 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但回去请我们一些翻译 再做一些文字的一句一句话 一句一句话翻译的时候 我发现确实是他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 那这一次中文呢 他原则上是应该能听懂我的问题的 但是问就很容易答非所问 然后对吧 就我不会去 这可能也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最起码我自己的交流来讲 他跟中国大陆某些方面挺像 但是他又有比较发散的一面 对 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说 做学问的这些教授的态度 都非常的诚恳 对这一点让我比较感动 而且对于中国 他们确实对中国都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然后这些汉学家 但是呢 一旦设置到一些原则问题上呢 他们永远又会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 我觉得是所谓有良知 或者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感觉 对 今天是俄罗斯之声和凤凰卫视的拍摄团队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天 明天凤凰卫视的团队将飞往其他的城市继续他们的拍摄 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一下他们这次拍摄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你好 你好你好 你讲一下这次拍摄有什么感受 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感受啊 蛮好的 整个拍摄的那个过程我蛮喜欢也蛮满意 那也见到了也去过了很多地方 认识了一些比较比较nice的俄罗斯人 或者是去过比如说国际儿童院啊 或者是去过我们以前国家领导人做事 或者是读书的地方啊 那这样这些我都比较我觉得蛮好的蛮满意的 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你一点 无论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还是比如说在这个国家遇到的一些人啊 习俗啊之类的 女孩很漂亮 是的 我觉得有些女孩很漂亮 女孩子很漂亮 嗯 嗯 那些人就比较严肃一点啊 没有什么表情 比较严肃 你有什么表情 是第一次来吗 我不是第一次的 第十次过来了 对 印象都差不多 没什么 那这次来有没有什么新的 比较不同的一些感受 不同 不同就是 之前就是冬天过来了 很冷了 现在就是夏天一样 夏天比较软一点 整个行程 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儿童院那块吧 就或者说整个伊万诺沃给我的感觉 对 要比莫斯科好 因为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待了那么长时间 说实话对城市的印象还是并不成好的 不管是人也好啊 不管是交通也好 不管是设施也好 因为我之前几次包括西伯利亚 包括远东 包括佛罗迪沃斯托克 包括这一次到伊万诺沃 我觉得感觉交往都要比 跟赞莫斯科的交往要顺利 要舒服很多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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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